詞曲 李宗盛 我就回不去 就所有人一定没过来 然后很难过 因为我让他们发现 一句话我们很喜欢拿来给大家看 他讲的是 这本书叫《种子的信仰》 就是胡编闪记的作者 他另外的一本书 他讲说 虽然我不相信没有种子的地方 会有植物冒出来 但是我对种子怀有大信心 若能让我相信你有一粒种子 我就期待奇迹的展现 我参与环境运动 我其实 我就是怀有大信心 那我怀有大信心的过程当中 我要更努力的 让一代一代的新世代的人 了解认知在乎 然后大量的投入这个社会 同时在他们投入这个社会以前 我要为他们捍卫选择权 否则我谈完了之后 等到他们有选择权的时候 已经没得选择了 下一章 这是最后的 真的是最后一章 我们讲心境国土境 其实我在参与环境运动的过程 我一直想到我土境这件事 可是我在这个过程里头 其实我不断看到社会改变 而且在最近在这一年 这一两年有更大的改变出现 譬如说大土事件 也有比较好的结果 然后很多的土地征收案都停止 然后后楼科技园区也否决 国关也结束 我觉得社会的确不断在改变 所以当我看到这样的改变力量 我就觉得我们要有更大的力量 所以我常常跟环保团体的朋友讲说 一定要改变 而且一定会改变 那同时我要告诉各位 在这个过程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自己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头 我觉得是自我磨练的过程 就是我遇到逆境的时候 我有不解的时候 然后我也有很愤怒的时候 然后的确有一些顺境在考验我们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 这是很好的道场 所以我回到我前面一开始跟大家讲 我觉得我还不足以 是一个修行人 可是我愿意走向修行之旅 谢谢大家 我告诉各位 我今天所讲的一切都不是我的 都是来自于土地 来自于这个社会 所以我以前处理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你们这些掌声要回向给土地 回向给社会 可是我现在有更积极的做法 你们的掌声要还给你们 你们要用你们自己的方法 给土地给社会掌声 好 非常感恩 今天非常精彩的课程 同学们都觉得很精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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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说法就是我不给大家A4了 我会跟大家举例说明 我有一次在台北市的律师公会演讲 就是面对一群律师 那次我是故意有备而去 就是我知道他们会问这样的问题 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 你们如果愿意的话 在座每一位律师 认领一个环境议题 用你们的专业为环境打官司 结果台下就一片沉默 就一片沉默 我知道会一片沉默嘛 所以我就说没关系 大家都很忙嘛 没有关系 你们没有多余的时间 那我有替代方案嘛 替代方案是什么 你们的经济状况也都不错嘛 对不对 所以只要你愿意 你可以找一个你信赖的环保团体 然后每一个月固定捐给他一笔钱 而且你可以限制他 我这笔钱是要做什么 我要监督哪一个案子 甚至我当时就跟那些律师讲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每一个月捐一笔钱 让一个台湾的一个重要的环保团体 有一个专职的人去监督一个案子 那就够啦 其实国光实话就是我们有一个环保团体 叫满野新竹生态协会 文鲁斌 对 文鲁斌先生 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他两年前在台塑大链钢厂的环平里头被打 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吗 当时我也在厂 他被打了之后 隔天我们几个人还带他去行天工 收金 就对他来讲 他的文化思维 从来没有想到台湾会是如此 他从来没想到 那我说满野新竹生态协会 那个文鲁斌先生实在很特别 他就是像其中里头 有一个专者负责国光实话 他是一个重要的窗口跟平台 联系所有的团体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会这么圆满 其实那个窗口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其实要讲的是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就好像我有我的位置一样 那你们也有你们的位置 那也可以做你们可以做的事 那这必须要你自己思考 那才是你们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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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